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只能送你们到这里了 我可不想看着自家祖坟被跑 你们自己小心 这里好多壁画 西瓜 这里不是怪兽的巢悬吗 怎么还有超人的涂鸦 还有这字 是什么鬼话符 这上面写的 好像是怪兽与英雄的历史 蓝姐姐 你看得懂是壁上的字 以前学过 有些文字现在英雄们还在用 没什么难度的 好厉害呀 蓝姐姐 可不可以给我们念念 行 我叫 诞生于地球的一个普通农场 作为一名普通人类 我天生神力 原来怪兽与英雄一样 是属于地球生物啊 等一下 写的有点乱 我争了一下 我叫 卧博 我离得太近了 刚刚发生了什么 神雄 有趣 念个名字就爆发这么大能量 大郭博都被占出血了 神雄 是怎么用一只手就能截住的 谢谢这位同学救了我 你可不是一般的强啊 颜三 是你吗 你说啥 你讲的那个人我不认识 你少装蒜 我认出你了 除了他 没人有这个实力 他这么厉害 你见过接过光波 就被烫伤的手吗 那家伙 确实不容易受伤 所以你认错人了 我只是第五百九十九届的学生 是 是吗 那你作为一名学生 这实力也太离谱了 哇 师兄 你也太强了 嘿 师兄 你这么厉害 可不可以教我们一套秘法呀 行 待会儿教你们一套秘法 保证一学就会 呀呼 耶 秘法 一学就会 不可能不可能 除了颜三 没人能写出这种变态的秘法 你可以继续念了 好 好的 老祖宗 不好了 出大事了 出大事了 怎么了 那些地球的小孩 在我目中被震死没有 有个好消息 还有个坏消息 您想 先听坏消息 那些小孩没有被震死 现在他们还活得好好的 什么 那好消息呢 呃 好消息就是 把我们困在八级星系的能量罩 被一个小孩给击碎了 不可能 是谁 呃 就是他 这世间还有这种人吗 这可是那个男人仅存的能量波呀 嗯 我叫 利威廉 亨利 我诞生于 地球的一个 普通农场 那时 地球一片混乱 怪兽 怪人 人类 等等奇怪的生物 在地球居住着 人类 作为最弱小的群体 靠着自己那微不足道的科技 在地球苦苦支撑着 直到某天 我出生了 我原本 可以过着普通人类的生活 啊 啊 孩子大爸 发生什么事情了 我刚出生不到一小时 就能听懂别人说话 不到两个小时 便学会了奔跑 我天生神力 我并不知道 我的神力从哪里来 当我父母知道我体内蕴含着 无比可怕的力量 他们和我说 我可以统治世界 我对统治世界并不感兴趣 我只想做个普通人 直到有一天 在我六岁那年 地球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距离地球一千三百万亿光年的 陆地行星 向地球发起了进攻 小小的地球就这点科技 还想和我们叫板 师祖大王 你是怎么办到的 用隐形设备修改恒星轨道 撞向地球 哼 在老家 我都能把你地球灭了 太好了 妈妈 我来保护你吗 亨利 我公司 我公司 回去吧 我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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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岁 也太厉害了吧 你们居然在烤鱼 能不能尊重一下我 我有在认真厅啊 不认真厅啊 话说 你们哪里来的鱼啊 我手里 就有一整片大海啊 鱼啊 没有道理的能力 说话嚣张的语气 说你不是颜森 打死我都不信 对 没错 手在抬高 感受灵气 灵气化形 气海化龙 你手在这儿演了 你就是颜森 对不对 颜森 哎 故事挺有趣的 蓝姐姐继续讲吧 可恶 不 爷爷被他人了 还终能出来玩 不要脸 自此 我成为了地球第一个 拥有超能力的英雄 简称 初代 我创办了地球第一所超人学院 光丽 光丽 当我成年时 我的速度力量达到了极致 没有什么 是我一招解决不了的东西 我创驶 自己人的 没什么 我创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